我继续解答大家提问的 Kathy想问就是内房股 她就说她内房里面 她只是买688 她买入价就是19.3 她说如果现价再加注 可不可以考虑 又可不可以 就是她是可以中长线持有的 那就看看688可不可以再加注 相对来说的话 688在内房当中的表现 已经属于比较硬硬一点 因为始终有一个国家背景 还有说着她的负债率 就不是特别高 反而在内房整体上面 行业处于低迷的时候 对于688来说的话 反而是出现了不少并购机会的 那我自己个人看 就是以刚刚 之前所公布的1月份 2月份内地的内房销售数据来看的话 我暂时未见到内房 在基本面上有一个太大的改善的迹象 正如我之前都一直有跟投资者分享 内房原本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条红线限制住他们的发债的能力 带来到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包括了见到内地一些 真是想买楼的投资者 他们现在已经不敢去入市 因为很简单 当你看到有人今天买楼 可能100万 明天已经降价到80万的时候 其他人就不会再买了 所以对于内房来说的话 我相信最基本的一个改善 要见到 内地房地产市场的销售数据 出现回暖 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 而在过去的1月份 2月份 暂时这个信号 都是未出现的 但是要值得留意的 就是见到在3月份 虽然现在正式数据未出 但是已经留意到 有部分一些 地方所公布的数字 是按月出现了一个回暖的迹象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内房 就是出现改善的契机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 但是大家可以再留意多一阵时间 等3月份的数据正式出来 或者等了 甚至乎 4月份 5月份的数据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有一个持续性在这 再加上 近期 不少内地一些地方政府 公布了一些 放宽限扣令 或者放宽一些 买房措施的政策出来 我相信短期来说的话 都会对内房 是进一步 带来一个支持 所以 如果投资者是否可以 值得进一步 再加仓 或者再加住 去持有的话 我觉得688 其实都可以考虑 但是可能有一个 比较长线的眼光去看 因为我始终觉得 有明显的复苏力度 可能内房真的要 在今年的下半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